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你看最近的同学们一直问我的几个问题 问那些股票下跌能不能够捞底 包括我们在这边已经讨论过的合成 我们是两个月前讨论的四月份的时候 在直播在我的YouTube在我的Facebook是可以找到回来的 当时候股价刚好跌破5块钱 我们就跟大家讨论过在公开直播这边 然后当时我的推论就我的观点是 当我是会错的 当时我的观点是我觉得它还不是真正的够便宜 所以因为它只是纯粹跌幅跌的很深 但是估值上面还不是特别的便宜 那现在上个星期它又跌到3块多 这个地方就相对来讲更加有吸引力了 更加有吸引力 但是是不是就马上可以捞底呢 对吗 你看同学们 这个位置我上个星期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有提到过的合大雷尬 当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跌到很低的位置 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成交量 这是合大雷尬手套股 然后刚刚我们回去合成 所以这个位置也是跌了很深之后 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成交量 对吗 所以它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两个股票出现这个很大的成交量 我先给大家总结一下它的共同特点 OK 总结一下它的共同特点先 我们从这两个东西 其实我是从这两个同学们你们问的 就是最近这半年我们关注 跟很多人问的这个案例里面呢 得到这个灵感决定今天晚上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这个底部回升或者捞底的七个条件 是来自于我之前做的一个分享的 各位同学 啊 so 呃这个地方对 我曾经呢是做过 呃一个一个系列的讲解 同学们三年前的东西了 啊 所以 可以更新一下 用最新我们马股的案例来给大家讲一讲 包括你看哈达雷嘎 或者大家问的那个合成啊 或者刚刚有同学问到的LC Titan啊 对吗 融合国际啊 呃这个甚至DNEX啊 很多这些股票 其实都可以用 呃我之前分享过的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看来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哈 三年下来 呃我的一些旧学员 就三年前看了这个 到今天都还在用这一招 呃他们对这个这个教学 这个教学的评价就 哎 你们的师兄对这个教学的评价是非常的高的 那 呃很很感谢大家的这个好的评价了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就想更新一下 这七个条件三年后今天啊 我们在马股里面的一些最新例子 或者是一些成功的例子 在最近这一两年 啊呃 是不是同样有效 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呃主要的内容啊 第一个我们想提的 很多朋友在 趁低买入的时候 会 犯了那个太过早的问题 太过早买入的这个问题 所以其中就是没有搞清楚股价下跌 跟业绩下跌的同步关系 如果这个公司的业绩还在下跌 你 太过早去出手买入的话 你得到的这个最大的可能性 你得到的最好的结果就可能就是三个 我再讲多一次啊 如果你去捞底的时候 那个公司的profit 是正在下跌的 季度业绩还没有跌 够还在下跌 可能是赚少了 或者是变亏损了 或者是亏损恶化 那这边已经有三种程度的严重性了 少赚 profit下降少赚 或者是 转盈为亏 但是是小亏 再来就是亏损恶化 这几个情况一个比一个严重 当你遇到的公司处于这三种情况的任何一个 还在发生的时候 你太过早去买入 你充其量得到的可能性 得到的结果 来来去去就是三个 最有可能的可能性就是三个 我在我的YouTube视频里面给大家讲了 第一如果你合成你太过早去买 对吗 好像合成你太过早去买 然后它再跌 你第一个结果就是 你被套住了 你当时候四块多觉得很便宜 结果现在三块多 我被套住了老师怎么办 这是第一个你会得到的结果 因为它下跌的 这个原因还没有被停止掉 它还在跌 so fundamental的原因我想表达的是fundamental 它的这个盈利还在下跌 手套股就之前直接变亏损去了 对吗 当然还有另外的 另外的这个BIMB那种 BIMB 好像BIMB也跌出成交量 对啊 BIMB 还不是很厉害 BIMB也在一直向下走 啊 so BIMB的跌幅也是很厉害啊 但是BIMB的这个这个 这个 BIMB的这个具体的基本面的变化 是因为 BIMB原本 它是持有 Dakaful Malaysia的股份的 但是因为重组过后 Dakaful Malaysia的股份 已经分出去了 再也跟现在的BIMB没有关系了 所以BIMB的这个利润 它的profit啊 其实是少了的 就是业务贡献是少了 所以投资者觉得它的fundamental 跟以前的fundamental 跟以前的fundamental不一样了 现在的BIMB跟以前的BIMB 不是同一个公司了 so现在的BIMB是当年的 BIMB的其中一部分罢了 所以大家觉得它的营收贡献 没有了Dakaful Malaysia的 会 不像之前这么好 这个也是fundamental的变化 so这个东西你要等 它要向市场证明 我没有了Dakaful 我还是可以很赚钱 还是可以比以前更加赚钱 可能要到这种程度 才可以看到这个市场 对它重新恢复信息 so好 讲了这个东西就是 我刚刚讲到的 如果我们太早买入 它的基本面还没有好转 你太早买入的话 我为什么会提到 那这个太早买入的担忧呢 因为普通的投资者 我跟你这样子的普通投资者 我们的子弹有限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对不对 我们不像股神巴菲特这样子 他的子弹用来用去都用不完 他有源源不绝的现金流 对吗 而且他大不了就将人家的公司 整个买下来 对吗 他有这样子的实力 我们没有这样子的实力 so我们没有源源不绝的资金 坦白讲 我在这几年的这个实战操作里面 我自己 以前我是很抗拒 当trend的股票的 以前我是很抗拒 这种还没有回升的股票 因为以前我比较倾向于 你等我等你回来的时候 我在买入了对不对 但是自从我们 变价值投资者的做法之后呢 其实你是要提早分配的 你才可以买到 因为最panic的价格 如果你想买到最低的价格 他一定是在最panic的那个地方 才会有最便宜的价格 当你回升的时候 很可能你买到的那个成本价 已经比你当初的 比你当初的 底部最panic的位置 可能升了50% 甚至升了100% 都可以 所以首先呢 我们是要那个股价经历深跌 你要捞底的步骤啊 第一个步骤是你的股价 要经历了一轮的深深的下跌 跌一点点不行 刚刚有同学问到的那个 那个RHB Bank Made Bank那种 那种根本没有跌 那种在历史最高点附近 对吗 所以那个是不符合 捞底的操作的 对象的 所以你的股价从高峰掉下来 跌幅 跌10% 20% 都不够 最好呢 是 是50%以上 这样子才叫做深跌 深跌 很深的下跌 一点点的不叫 所以我们这边大概定义很深的下跌 就跌一般了 跌到人家会绝望的那种 就如果有票的人在手上他已经 已经 卖不下手的那种 所以最好是50%以上 但有时候未必绝对的嘛 有时候你跌40%这样子 可不可以啊 对吗 所以我知道有些朋友一定会跟我抬杠的 所以我就大概了还是50%以上 这样子 当时候的类似的情况 第一很大的成交量 对吧 然后呢 合省市从多少钱掉下来了 从8块半这个位置 这是2020年 三年前啊 2020年开始跌 然后从8块半 跌到这个 跌到4块钱的时候 你已经是跌一半了 所以掉了3块多 你的股价累积的跌幅啊 股价累积的跌幅 跌超过50% 跌超过50% 50%++ 对吗 so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成交量 而这个很大的成交量出现的位置呢 非常巧合的 是跟他的每股资产 每股资产 每股资产 这个NTA Not Tangible Asset 净资产每股 3块1 非常非常的接近 这个数字跟这个这个股价 非常非常的接近 它是跌到这个这个这个每股资产的位置 我们写一写给你啊 股价 我用mouse写啊 对不起 这个比较丑一点点啊 股价跌到约等于它的 NTA Net Tangible Asset的时候 它就出现这个成交量了 ok 所以这么大的成交量 是不是有人在趁低吸购呢 对吗 在趁低吸购 诶 那个购买的购字怎么写 惨了 太久没有写 ok ok 好 可以了 查一查手机就知道怎么写了哈 好 是不是有人在趁低吸购呢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 就提出了这个观察 这个只是观察罢了啊 所以你看这里 这个是一个我们观察的要素 然后 我说非常雷同的是半年前的这个哈达雷嘎 半年前的哈达雷嘎 在这个位置 啊 这个位置 so 当时候的哈达雷嘎的情况是 对不起 不是这个位置 啊 对了对了对了 好吧 直接给大家看了最新的哈达雷嘎的情况 我们再做一个截图啊 好 哈达雷嘎跟刚刚我们这个 合成的 相似的地方啊 我们看啊 哈达雷嘎是从这个 哇最高价 这个大概十六十七块 对不对啊 十六块左右吧 开始掉下来 你看掉到这个地方 是第一次出现很大的成交量 啊 啊 所以我们讲他第一次的很大的成交量 因为当时候有参与我的直播的同学 在大半年前我们是一起见证了 当时候他的股价呢 大概是跌到一块六左右 好像一块六毛八对不对 一块六十多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到你的股价 哇这个下跌的幅度相当相当长 相当相当深 跟他从2020年开始跌 啊第一你看啊 他跌的时间很长 然后跌的幅度很深 这个下跌的幅度是 十六块跌到剩下两块不到啊 啊这个股价的跌幅是 股价的跌幅是跌了百分之八十 从高峰下来跌了百分之八十以上 然后他的股价到大概一块六毛多 跟他当时候的这个每股资产一块半 很接近的时候 每股资产一块半很接近的时候 他出现成交量 我们当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 呃做一个猜想 是不是也有人看到他 出现这个 undervalue的这个嫌疑呢 被低估的嫌疑呢 所以出现很大的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是来 称低吸购的 对吗 so你看同学们两张图 两个case 是我们最近这半年所见到的 ok so这个是第一个条件啊 那么再来呢 再来 最好你的股价呢 跌的时间很长 然后呢 他跌完跌够了之后 跌不下去了之后 也睡觉了 或者打横了很长时间 就跌完之后 躺住在那边 一段时间 很少 对于捞底的这个股票啊 对于捞底的这种做法 如果是他的fundamental有问题啊 基本上一般人去捞底 为什么很多人捞底会捞得太过早 很多人以为股票升跌了之后 会马上回升 其实是大错特错 如果他的下跌是fundamental的变化 基本面的变化造成的 那他的基本面要回来 他不可能一夜之间基本面就回来 你公司从很赚钱变成少赚 变成亏损 变成扭亏为盈啊 扭亏为盈都要看三个月 第一个季度终于重新赚钱了 再多三个月 一共六个月 两个月都能够stay in black 你的都没有见红 没有亏损 人家才觉得你的公司是真的扭亏为盈 这个是基金经理那些看fundamental的人 我们读corporate finance啊 在大学就这样子学了 在大学老师就跟我们这样子讲了 通常我们起码要看一个公司是不是financial turn around 对吗啊这个这个 这个财务的这个重新改善 起码要看两个季度 说你看这样子都半年了了 所以我在啊这个 我们的youtube频道的视频里面讲 最近这半年了最成功的 一个捞底其实是属于myeg吧 但是这个不是很特别大的捞底 啊myeg从九毛多一下子跌到六毛 他一下子跌了百分之三十多四十 而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 呃两个东西呢 第一就是移民听说啊我们可能啊 这个会不再依赖单一的这个 电子政府服务供应对吧 然后再来路召服交通部长就说我们的road tax不用贴我们的窗口了 然后股价就炸下来了 所以啦这个地方myeg算是成功回升了 但是你看myeg从这个跳下来九毛多跳下来 到他第一次升回上去九毛多这个地方 已经隔了两个月 myeg这个已经是很成功的底部回升了 都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才回升上来 所以同学们一般人去捞底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跌了跌的快就升的快 很多人以为跌的快就升的快 其实是错的 跌的快很可能会有反弹 这个是对的 但是反弹呢最多只能够将你之前的下跌 收复部分失地 不可能将你之前跌下来的全部给你升回上去 还要破新高 那个不叫反弹 那个叫做反转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myeg又是一个例子 那其实这边也牵涉到一个问题 其实myeg当时候呢 是没有被破坏它的profitability 它的基本面它的营收能力 盈利能力并没有被破坏 很多公司它掉下来你看了 这个amada amada amada这个是最新的例子 如果它那个跳下来 哇我捞底了 6个去到4个 中档妹啊 吐下去了 吐了吐了 是不是啊 再跌到这个地方 尤其是昨天 一下子炸11%下来的话 那为什么因为amada的这个 这个跌是 喂它的那个 浮动转油平台那个地方 有问题 浮动卸油平台那个地方有问题 哦 它的那个浮动产油平台 如果有问题的话 它可能会失去收入 而且是 直接可能会亏损的哦 那你看呢 这种事情是直接造成了它的fundamental 一下子变化了 那这种时候啊 你就不能够随便接掉下来的岛 那我们如果是趋势派的人 就从来不接岛 你是trend 就你是supporttrend trading的 以前我比较喜欢看图表的时候 我就会 我绝对都不碰那种下跌或者在底部的股票的 我等它回升上来 重新回到uptrend我才碰 但是如果你是从价值投资 从fundamental的角度 从value investor的角度 你是要学会接到的 但是是在什么位置接 这个就是下一个问题了 下一个问题我们捞底的条件的下一个问题 它在什么位置铸造底部 以及它要再出现第四个条件 它要出现了估值低迷 你起码要有两个东西可以去判断它 是不是真的很undervalue了 第一个就是用本益比了 如果你的公司亏损了 没有本益比了 那你就必须要换成price to book value了 股价对美股资产了 对吗 所以你看啊 第一个股价要经历升跌 你最好跌50%以上 再来股价要低迷一段时间 你看看同学们 刚刚我给大家 刚刚我给大家举的例子 哈达雷嘎 在这个地方跌了之后啊 它在这个地方再塞位了半年了 然后才回升 对吗 哈达雷嘎在这个地方塞位了半年它才回升 对比现在你说 喂合成来了没有 合成刚刚破新低罢了 如果合成接下来也要在这个地方 在那边叮咚叮咚这样子震荡一段时间才回升的话 那这些全部都是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对吗 所以合成是刚刚开始破新低 如果你再看另外的哈达雷嘎是破了新低之后跌不下去 来到美股资产那边跌不下去 所以你有充分的时间去观察 是不是真的见底了啊 fundamental还有没有恶化啊 对吗 所以对于你想拉底合成的 你也要给这种耐心 它刚破新低 你就all in下去 啊 刚破新低 如果你刚破新低 你就睡下去 同学们 拉底的时候 它刚刚跌出一个新的低价 你就all in下去 也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讲啊 没有多少个好下场 通常就是 再跌 你被套 然后再跌下去的时候 你再不懂什么地方 再挖点钱进来再补进去 然后你就整个投资组合都被一个股票绑住了 OK好 这边我们再讲 到底什么位置 第三第四个条件 我们希望看到它铸造底部 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它是估值低迷的 这两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很好的例子 啊 合成是跌到这个情况出现了 股价已经跟美股资产是一对一的状态了 啊 股价跟它的这个每股资产已经是一对一的状态 所以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我们的系统里面 这个就是share price over你的book value price to book它其实现在就是一倍左右 股价 对吗 那它的每股资产是3块08 然后现在股价大概3块1 对吧是不是3块1啊 啊 看一看3块2对3块2 所以股价跟你的每股资产的对比大概是一对一的状态 然后它在这个地方 开始铸造底部 开始打横走 像半年前的哈达雷嘎这样子 它跌到快半跌不下去了 然后开始在那边side way 在那边消磨大家的时间 消磨大家的时间 其实指的就是消磨你跟我这样子的 投资者的耐性 其实市场要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经历一轮洗牌 洗牌的意思就是 那些没有耐心的人 cut loss的人他们放弃了 到那些重新看好这个公司 愿意跟这个公司 重新回来的那些股东 要交换了 要交换筹码 这个其实就是见底的过程 啊 这过程其实是必要的 而且是这个见底的时间越长的话呢 相对来讲会越健康 但没有绝对了 它只是相对了 啊 所以你看到这个 刚刚哈大雷嘎在那边就 塞尾了一段时间 合成就还没有开始塞尾 所以 为什么我们不用太着急 有些同学就一直在问 合成可以买了吗 合成可以买了吗 如果你很多子弹 你已经打算分 我已经打算分批买入的话 那你慢慢来收一点 收一点的话是OK的 对吗 但不要再它一破心底就all in 因为如果你一破心底就all in 它再破多一个心底的话 你就马上跪下来了 你马上 马上脚软 啊 收 好 那我们再来 看一个例子吧 来到这个时候需要看一个例子 啊 我给大家选了一个例子 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个股票很久很久没有提过这个股票了 啊 这股票 最近刚好看到它的新闻 最近我刚好看到它的新闻是在这个DH的周刊这边 Ulicorp 友谊机构 啊 我们来看看啊 我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啊 各位同学 这个是马后炮来的 因为这个公司呢 曾经出现过一个很漂亮的底部回升 是发生在2020年到2021年期间的 也就是大概三年前 那你看了啊 这个公司回升之前的那个Batton 哇够惨了没有 跟手套股一样这么惨啊 从4块钱 跌到4毛钱 跌了90% 是不是跟你们刚刚看到了 Hatarega 18块 跌到块8 一模一样啊 刚刚Hatarega是16块 跌到块6 讲起都令人心虚啊 啊 唏嘘也不是心虚 So Unicorp 你看啊 当时候的这个情况 4毛这个位置 其实最低就 呃 pandemic 这个地方了 对吗 COVID-19MCO的时候 突然间跌下 这个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很 啊 这个是panic 造成的 我觉得他不是 不属于正常的状态 正常状态 其实大概还是在3毛多4毛 那他开始回升 然后回升到快多 3毛多4毛回升到快半的话 你赚翻了啦 对不对 你赚翻了 So这个位置 你看啊 当时候 这个情景是一模一样的 这情景一模一样啊 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截图 呃 这个地方呢 用algo box呢 就会 呃 我比较习惯用algo box 来给大家举例子 讲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讲这个case啊 你看到之前的价位在这个地方 3块多整4块 对吗 所以 然后他跌的很深 然后跌了这么长的时间 他是从2016年开始了 2016年 开始跌 跌到18年这个位置 19年 2020年 都是在大概4毛钱左右 最低大概在4 5毛这个位置 对吧 然后在我们algo box的右边这里 你会看得到他的price to book的估值水平 1块钱的资产卖你5毛4 1块钱的资产卖你3毛8 对吧 到2020年的时候就回升上去了 我们去看看他的每股资产 为什么公司之前会这么糟糕 你看啊 因为他亏损了 2019年的时候亏损 然后他的ROE 剩下大概1%这样子 但是你看2021年 2022年他的ROE回升到11% 13% 如果我们去看看他的财务数据的话 我们看看他的price to book 股价对比每股资产啊 以前他是2倍多接近3倍了 1块钱的资产 人家用2块甚至3块来买 后来跌到0.5 0.3对吗 然后才回升 那为什么2018-19年他跌的这么厉害呢 我们看看他的营收啊 过去10年的营业额 2019年呢是2019年跟2020年是跌的比较厉害 然后净利润呢 他是在2018年的时候 Profit剩下200多万 2019年的时候亏损了一点多个Million 以前是赚3000多万 然后突然间生意不好 再到现在一年能够赚4000多 4000万左右 所以这个变化 这个变化令到投资者 重新对你的公司看好咯 那你的股价就有回升的 这个情况出现了 所以你看他当时候 整个这个这个这个过程 有没有做截图啊 对做了这个截图 他其实这个地方是首先出现 盈利下跌 首先他是出现Profit跌 他的Profit下跌之后 他还一度陷入了亏损 2019年的时候 他的利润出现了短暂的亏损 然后你看他的股价 就在他的这个每股资产 在打折50% 这个地方就在这个PB PB的Discount 50% 的位置里面 去铸造这个底部 那这个地方都掉不下去了 因为 你的公司亏损 一块钱的资产已经卖 就你的抬抬抬抬的这种啊 你公司的asset 一块钱股价已经卖了五毛 甚至卖到四毛 已经跌 无可跌了这种状态 就是我想在刚刚的 这个例子里面 告诉大家的第三第四点 他的股价铸造底部 然后估值低迷 所以如果他是亏损状态的 往往在Price to book 的Discount的这个状态 会持续 一年两年 甚至三年的时间 你的Discount是非常厉害的 可能会Discount到50% 如果他出现了亏损的话 是很容易出现50%的 这个Discount 那当然Discount 或者股价低于你的每股资产 但是Mini就一定会回来 所以关键他能够回来的 关键是什么 能够回来的关键 是他的盈利要重新回升 同学我们看看 在三年前 这个公司的利润开始回升 我们这边是看一看季度业绩的数据 我给大家看过去五年 所以你看啊 这公司我现在用的是 过去五年二十个季度 我用季度业绩 来给大家 演示 这边有二十个季度 可以啊 在二十个季度 他的Net Profit里面 之前 有很多个季度都是亏损 或者在亏损的边缘 但是突然间在这个季度 回升到 五百万 三百万 九百万这种状态 他的利润突然间强劲的回升 其实是他的Fundamental回来 回到这个地方 回到这个地方 第五点 他的股价要回来要反转了 第五个条件 他最新季度的业绩 会重新创新高 这边我讲业绩亮眼的意思 其实就是你的Profit 重新创新高 首先TRIGGER的条件就是一年的新高 然后可能会造成你全年的业绩复苏 接下来你要继续留意 你看 他连续四个季度加起来 对吗 加起来就已经是 这边 两千八百万了 这边全部加起来就是二十八个Million 两千八百万对比他公司过去的利润来讲 过去的利润来讲 已经回到了 他当时候最厉害是有三千一百万 而你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他两千八百万的这个利润 二十八个Million 所以公司的季度业绩 持续表现好 就会带动全年的业绩 附属 全年的业绩 终于扭亏为盈了 或者重新上升了 这个就是第六个条件 而第七个条件 就是你的业绩上升 业绩复苏的动力是非常强劲的 好像 刚刚我们看到 这个Unicor 2021年的时候 他的营业额 营业额已经从底部回升上来 净利润更加是破了历史新高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V shape的 这边当然看起来不是这么的V了 我们将它放15年它就会比较V 放20年会更加V 有一个坑在这个地方然后再回升上来 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出现了 我们在这边三年前的时候 就已经写过的一个条件 所以同学们讲到这边 最关键的其实就是 在一个好公司 跌到了Under Value的区域 然后整理出一个底部的位置了 在那边拖了一段时间 然后加上业绩回升 这个重要条件 最好是强劲回升 只要你的业绩真正回升 你的股价才是真正的能够回来 这一点其实就是很多 屏幕前面的朋友们可能 他们每次捞底买入 趁低买入的时候会买的太早 结果发现还在半山腰 还没有到最底部 它就已经将子弹都射完了 对吧 那如果你能够配合 第五、第六、第七个条件 在季度业绩回升 全年业绩开始改善 或者是甚至V型复苏的时候 你能够做到这个TIME的话 其实关键是季度业绩回升的 这个关键点 你能够做到这个东西的话 你做股票尤其是这种Under Value的股票 整个策略得到的效果将会是大幅度的得到提升 你能够想象得到吗 同学们你前面不用等那么久 你出手的这个位置呢 可以比较快的看到你的股票回升的时候 给你带来的Return 所以如果同学们 你们要将这一个关键的地方学会的话 那在陈建老师这一边呢 尤其是之前已经有参与过我们的 这个Chance Room陈建老师的会员专属视频 或者我们自己本身的Gran-Pi的学员的话呢 那其实你们已经很有基础了 你在将最后的这一点点的位置打通的话呢 那你做股票的这个效率 会是大幅度提升的 那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这一边 如果同学们你们对我刚刚讲到的 季度业绩的那个回升 刺激全年的业绩有机会V型复苏 甚至突破他的五年新高 十年新高的那种股票 你想捉到他的话 那其实在我们这一边的季度业绩 投资策略的进阶课程呢 就可以在短时间里面呢 帮你们将这个位置打通 OK 将这个方法掌握得到 那只需要在我们这边呢 进行六堂课的这个学习啊 呃 非常非常快 我相信很多朋友呢 都能够在短时间里面呢 掌握这个做法的 那你就可以告别长期 就在股市里面打转做来做去 都做不到成绩的那个问题 又或者是你会掌握得到 系统性的辨别一些股票在中短期的爆发 尤其是业绩推动他们的这个股价 出现增长的那种机会 再来呢 每个星期 如果有收看Chanceroom的 会员专属的视频的朋友们呢 其实你们会更加明白 陈建老师在一些观察的角度的时候呢 是怎么样将这个季度业绩呢 将它结合起来的 比如在不久前 Aginamoto六亏为因的时候 对吗 我们在Chanceroom的这个视频更新里面 是在2022年 我记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 2022年12月12号这个日期 Aginamoto刚刚公布业绩不久 然后我们当时候就跟大家讲 它是不是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你看啊 2022年的12月12号 其实当时候这个Aginamoto 是刚刚在这个位置 11月29号的时候公布了业绩 所以之后股价准备有动静了 我们在12月12号的地方 给大家进行这个讲解的 那当时候其实就是 三个季度业绩之前 他刚刚扭亏为因这个2.9个million 这个季度业绩从之前亏损17个million 到亏损848千到重新赚钱 差不多3个million 这个位置就准准的准准的看到股价从11块 开始了这个强劲的复苏回到16块多 OK 所以这个是Chance Rome的这个会员朋友们呢 在不久前都见证过的 那这些机会其实陈建老师呢 最喜欢就是跟大家一起去研究这些机会的 那再来呢就是 如果同学们说我上了课之后 有没有可以每个月跟陈建老师 我这个直接在直播的时候 Q&A live的提出问题 然后我们一起来讨论整个月啊 在刚刚过去结束的一个月里面有哪些成功的案例 有哪些案例不成功 我们需要检讨什么样的操作的细节 那这一个其实是每个月一次的live课程 在我们完成了六个单元的学习之后 所以这个季度业绩的这个策略课程啊 我们原价原价是3800块的 那么我们给这一个特别的直播参加了的同学们 在我们这个分享过后留守到现在 那同学们如果你们真的想掌握 刚刚我讲到的业绩爆发对股价刺激的啊 这种策略那我们给有兴趣的朋友们一个现实的优惠 就是我们现在直接扣1100块出来 你只需要2700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program and拿到整个配套完完整整的内容 记得这个优惠期呢是有限的 同学们要抓紧机会在你签购课程的时候呢 打入这个Chain Special Promo 打入这个Promo Code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点击这个链接 或者在我们视频下方呢 找到我们的签购链接的哈 那整个季度业基投资策略的进阶课程呢 包括了我们7天的这个预录课程 还有我们无限的复习 以及每个月的这个直播问答的 所以这7天的课程呢 那我们在哪里呢 其实就在这个地方了 OK 从第一天新手朋友们的快速上手啊 从你对股票一窍不通的 我们跟大家讲解 业绩带动股价上升的原理啊 业绩突破是怎么样找出来的 怎么样用我们的software 去扫描到这些业绩成长的股票 然后从基本面的角度带领大家去分析 公司业绩成长为什么成长 OK 它成长的成因会不会持续 对吗 怎么样在季度报告里面找到 这个关键讯息啊 还有年报里面的关键讯息 把握他们业绩增长 能不能够continue成长的那个把握啊 要分析的哦 那再来呢 成长型的这个分析呢 就是它的year on year Q on Q的增长 怎么样判断啊 马股大马股市里面 财务报告发布的这个规律啊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招数啊 叫做机会窗口 这个关系到股价爆发的时间点的 掌握这些基础中呢 我们就会在第四单元课程 给大家讲解这个操作细节 包括如何买入啊 当股价上升的时候 我们如何设定这个指引套利的这个位置 如果股价下跌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应对 还有风险管理哦 对吗 那我们应该怎么搭建我们这个针对业绩爆发的这个投资组合呢 那这个组合的经营我们是长期的短期的还是中期的 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呢 我们还有第六天的这个特备课程呢 是给大家进行这个案例的讲解的啊 有case study 大家才会更加容易知道怎么样去hands on 你前面一到五单元里面讲的内容 每个月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live的Q&A OK 所以live的Q&A你当成你上完六个单元课程之后的第七单元课程 and 之后一年下来 对吗 你还有十一个月 你都可以继续参与你的师弟师妹们的live Q&A 来进行一种每个月的温故之心 我相信大家用一年的时间的话 你一定会学到非常非常detail的这个操作的案例 啊就是跟着其他的师兄师姐 师弟师妹们你去看人家提出的问题 他们操作的成功或者不成功的这些案例 那你的经验绝对会 这个有效的提升的嘛对不对 and 这六个单元的课程呢 其实已经预录好了 在我们的这个GrandPi的website上面呢 同学们到时候登录呢就可以直接看的了 你不用等我们开班 你签购了之后直接可以看 看完了之后 其实你就可以直接去执行这些策略 你看同学们 包括在今年啊 除了这个Aginna Model 我们看看好像Ran Hill这样子的公司 他之前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深度下跌 然后在季度业绩的回升之后 带动这个股票从之前Price to book的严重折价 对吧 说你的每股资产是有六毛钱多 但是你的股价掉到三毛多 掉到三毛半 对吧 然后再一下子回升 就回升到五毛多六毛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在2023年 今年涨得特别的好的 那当然跟这个业绩的回升呢 是绝对绝对的正相关的关系的 再加上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例子哈 YTL Power 还有YTL母公司啊 这个公司 其实 哇前面跌了差不多整十年的低迷的时间 从1块6 然后在这个大概五毛多六毛这个位置盘整 然后我们再看看啊过去这十年公司的生意额 一直在下跌 我们看15年啊 十年吧啊 生意额一直在下跌 而净利润更加明显 净利润啊 Net profit 是从 赚十亿一年到亏损 一亿多一年 但是突然间2022财政年度来一个 哇 微型复苏啊 这个真的是够利 对吗 但是这个季度业基里面呢 其实它是有一个一次性的因素的 它真正真正的服输 其实是在2023年财政年度 which is 在 我们现在看到过去几个月里面 为什么YTL power的股价会涨得这么的凶啊 它已经差不多翻倍了 其实就是 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解的这种 季度业基 刺激这个股价回升的一个最新最新的案例来的 所以同学们如果你们想 之后在股市里面 每三个月都有可能会在我们的扫描名单 在业绩成长的名单里面啊 就是季度业基的这个突破成长的名单里面 找到有这样子的潜在机会的话 那在我们这个季度业基的课程里面呢 其实有玩大家想要的每一个具体细节的 ok 那记得我们在这个特别的优惠期 我们给大家的六月份的这个特别优惠啊 才有这个折扣1100块的优惠 就是限时优惠价2700 所以同学们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呢 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去签购这个限量优惠的这个课程 and到时候呢 陈建老师我会给大家在直播讲解的时候呢 多多的加好料的 那我相信这个东西 对于我们2023年今年 接下来的这个下半年呢 会有对你们的投资策略有效的提升 ok 尤其是当你看到大市不是这么的漂亮呢 在我们马来西亚面对这个周选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啊 大市不好 其实个别股票有些是不受影响 或者 大市不好 暂时 市场押注了这些股票 原本他业绩可能好的 对吗 可能要升的 现在市场押注了他 封印了他 但是一旦市场回归稳定 一旦我们的这个周选结束了 我们的政治稳定了 那会不会这些业绩好的股票会加倍的回升呢 所以同学们 呃这个就是在季度业绩课程里面呢 陈建老师认为在下半年呢 会给大家带来的一些 好的 这个 帮忙 好的地方了 那好 记得我们的优惠有限啊 同学们鼓励你们点击我们视频下方的链接呢 去了解更加多 有需要的话 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 呃联系助教啊 我们的WhatsApp号码 那么我们的 官派的师兄师姐们呢 会第一时间呢 来协助你们啊 如果你们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好吗 那我们的分享就到这边了 谢谢你们 我们到时课程上面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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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